多伦多地产局的数据 在10月份的报告终于是出来了 现在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报告 在过去的10月份里面的下旬 央行再次加息0.5 现在整个加拿大的prime rate 银行是利率是达到了5.95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rate了 因为过去10年里 大家都是在享受这种 2%左右的一个非常低的利率 但是现在真是有点吃不消了 包括这有好些社区都出现了 在今年1月2月份高价位买入的房子 现在又重新上市 因为毕竟这每个月的月工真的是不少 最后我们视频的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网站 怎么样来判断一下自己每个月的支出 让大家有个了解 好的那么今天先看这个数据 过去10月份 整个多伦多地区的成交是4961套 包括了所有的condo和freehold house townhouse这些数据 相比去年的10月差不多是少了50%的 然后它上新的listing大概是13,90 对比去年的11,000多是差不多少了10%左右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指数 就是房子待在市场上销售的时间是多了 我们这个数据主要是看ldom 因为很多listing是反反复复上上下下 几次上来几次 所以说这个数据一定要看ldom 所以今年的10月份的ldom 就是在市场上需要21天才能卖出 但是在去年差不多同期只需要13天左右的 基本上就是两个礼拜你就基本卖出了 这个时间是这真的是长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 另外房价的平均房价 今年10月份的成交价是108万109万左右的 对比去年的这个平均价是115万左右的整个 它是下跌了这个5.7%的 平时大家在myhousetownhouse的东华人 基本上最关注的两个城市呢 是位于约克区的万锦和列治文山 在这两个城市里面 只成交最活跃的是哪些区域呢 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聊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 在过去10月里面呢 我们先说万锦吧 万锦的新上市呢 是总共是579个的 然后增加了11%左右 然后成交呢 包括出租啊 出售的这些是308个 然后也是同期增长了 比上个月9月份呢 是增长了16%的 看房次数啊非常活跃 人们的这个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 差不多总共在这个城市里面 看房是14000多次的 也是增加了2%左右 offer数量增加更多 增加了23% 是大概达到了684个的 那么成交最多的三个社区呢 首先第一是Cornel的 它是18套 然后另外第二名是Wismar的16套 其余的Greensboro Markham Village 还有Uniview分别是13套的 为什么Cornel那么受欢迎呢 因为Cornel社区的房子是比较新 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是更加亲民 比如说Townhouse真的在这个区域 你可能在100万左右 就是现在可以买得到了 而且是没有管理费的 另外它的独立屋那种 大概后向停车宽度30尺的 现在也就是在140万左右 有138.9也有成交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区域真的是非常的活跃 另外Wismar因为它的学区是特别好 还有波欧高中的加持 所以说新来的一名 也是会比较倾向于在Wismar或者Bursley的 再看脸之文三 这个数据相比万景之下可能会少一些了 那么新上市它是总共是454套的 这个数字是比9月份下跌了13% 成交呢是包括出租出租啊 我们这时候说的自由产权的 freehold这些物业的话 那么是213套的下跌了18%的 看房的数量呢也是有所下跌了 只有1万出头啊 基本上是相比啊下跌了20%左右的 offer数量呢也减少了四分之一啊 大概是400多个offer的啊 这些数据呢都是一些在啊地产局的一些测试 数据里面啊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数据 大家只是在每个月跟每个月对比的时候做一个参考时 相信对大家有一个帮助 在列州人山呢哪个三个社区呢是最popular 首先第一是Oak Ridge 另外第二呢是Oak Ridge Lewycox 然后第三个社区呢啊就是Jefferson了 为什么这个Oak Ridge这几个是两个社区呢 他就是在为什么那么popular呢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Yang跟King的啊左右 Oak Ridge在Yang的西边 然后Lewycox在他的东边 因为这些社区里面呢就有非常大比例的一些啊 townhouse啊 然后房子也比较新啊 大家说一说很多年轻的家庭呢 从这个condo里面出来以后呢啊 会搬到这些区域居住 真的环境也是非常的漂亮 其实在加拿大地产局realtor.ca上面 有一个这种啊计算器非常的实用啊 对于我们这种新移民啊 未来即将进入市场在多伦多买房的人 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利器啊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我会放在啊下方的评论区里面 然后他可以计算出你每个月啊的月供 大概是多少 对于你自己来说心中真是有个数 比如说我们在事情开头里面说到啊 假如你在多伦多你要买个250万的房子 我们对比一下之前和现在的这个利率的区别啊 首先呢我们假设我们首付呢是给了40% 250万的房子呢 我们准备100万的这个首付剩下来的贷款 我们是贷150万的 然后25年还清 现在多伦多的利率呢 大概是5.7左右 所以说他的每个月的还款呢是9,331块的 啊那么在之前呢 多伦多人们是享受2%的利率 那么相差呢 真的是差不多3000块了啊 大家看现在只有以前呢 我们大概是付6300多就够了 现在整整多了3000块的 假如我们是在这个约克区买房呢 啊所以这个土地转让税在provincial这一个部分呢 只需要啊给这个148,900左右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在多伦多买房呢 是会是多少呢 那么他的这个土地转让税就是要double了 因为这个municipal这边是多伦多市政府所收取的 所以他的这个差不多啊土地转让税呢 就要差不多10万块了 如果你是啊第一次买房啊 全球第一次买房呢 跟律师说他们直接会在这个 Land transfer tax里直接啊给你做一个rebait 是如果在多伦多是8000多的rebait 如果在约克区呢 那你就只有4000了 然后呢再我继续往下看啊 然后他这边呢啊 是整个看到你整个交接上面有多少费用 比如说我们给40%的时候呢 是给100万的首付 然后我们这个基本上二手房呢 都是啊已经含税了 然后啊在这个啊 Land transfer tax呢 刚刚给大家计算过多伦多 是要给差不多9万块的 然后lawyer的这个费用大概是1000出头 然后啊再另外购买这个产权保险呢 是2000来块钱 所以说基本上你如果买250万的房子的话 total的你要准备的现金呢 是差不多是110万的 然后这个表格非常好 他还帮你啊计算了每个月的支出啊 我们以这种40%的dumpayment为例啊 然后我们每个月贷款 现在是5.7的利率算的话 是9300多的月供 然后基本上这类的房型呢 他的这个物业税 property tax每一年的基本上是1万出头的 我们先算1000每 这因为这是月负嘛 所以说差不多是1000块的啊 那么另外的呢 他还有这个水电费 大概其实啊不需要500多那么多吧 大概其实是400块钱也差不多了 然后还有这个property的物业的一些保险呢 比如说家里的这个电啊网络啊 还有这个电话啊 这些费用的话 全部加上来呢 是总共是1万出头的 这还没算上我们其他的一些汽车的开交通啊 汽车上的支出啊 还有这个吃饭呢 还有一些小小朋友啊 托儿啊 或者是啊 课后教育的一些费用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啊 这个数字真的是对他们打击其实是挺大 所以说为什么就出现了 在一二月份买的房子现在就要抛售 而且现在我估计抛售他们所的损失呢 真的是肉眼可见的 可能是分分钟就是那么30万就打水漂了 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有的再加上扣掉佣金的话 可能真的是会亏掉50万的 11月下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黑五 相信很多加拿大人他的这个关注点都会移到了Christmas shopping啊 以及啊这个是圣诞节出游的这些啊计划当中 所以对房地产的这个热度相对是有所减弱啊 11月12月的数据可能会比10月份更加难看啊 但是呃在新的一年里面相信更多的人会呃在年后涌入多伦多地区呢 无论是租房啊买房相信都会有一批人的 所以到时的数据呢可能又会开始呃有所增长的 好的那么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过去10月份的啊 多伦多的房地产的一些动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啊关注我的频道啊 一些其他的买卖房子的一些小小技巧呢 也会不断的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 好的我是Simon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视频主要要跟大家啊谈一个我们在卖房子车合同里面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呢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下次详细聊拜拜